好,各位大英宗朋友早晨,早晨 你不用說話的,就聽我說暫時 又過了一星期,我們又在空中見面 以前想都沒想過要向空中和大家見面 現在似乎就在,不要說空中,在線上見面 日後煮回來的時候,我們真的會在空中和天上煮一齊 OK,我們開始之前有一個祈禱,好嗎?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參加我們感恩,我們可以在疫情當中 都可以一起在我上面見面,一起學習 我們多謝弟兄姊妹他們的委身 在這個鐘頭多的時間裏面 能夠一齊我們聽你的說話 一起去看你的說話 一起去明白你的說話 讓你的靈親子成為我們的老師教導我們 在我們心裏面激動我們的靈 也都是保守我們一間學習的心 讓我們都是從聖經裏面去明白這些課題 讓聖靈親子的去掌管這個聚會 我們恭敬交課,楊岳,彼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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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怎麼說呢?可以 或者是WhatsApp我太太 或者是Morgan 或者是通知我 我看看可不可以改變什麼 但是應該我希望今天呢 那個聲音 已經是會這樣結束了 那先開始不好意思 那如果上一次你是想再聽過呢 其實在教會的網上呢 我已經把整個的主日學 上半部就放在這裡 那你可以呢 隨時下載 或者再聽 或者再去看一下那個PowerPoint 好,謝謝大家 那就小小報告 或者下個星期呢 就 胡大明、弟兄就會有兩個星期的主日學 和大家一起去探討這個精神問題 那就 就 希望大家到時準時參加 10點鐘 那 就 還有一條連結 那你可以用回同一條連結 就可以上網上聽的了 那 上一次呢 我們講完之後呢 時間就不是很多 那 今次希望有些時間 大家可以有機會問問題 如果大家在這個 十分鐘裡面 或者短短的時間 是想不到有什麼問題的 可以簡直是電郵給我 或者是打電話 問一些問題 那 我是 很歡迎 你們問問題 那盡量會 做適當的回答 那上一次呢 有人問了三條問題 那我也想在這裡呢 就帶出來 那 給大家一起去參考 和一起去聽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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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呢就問了 第一條問題 他說魔鬼和邪靈 現在在哪裡 在地球 在陰間 或者是地下世界 那 我給的答案呢 就是 這樣 那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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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似乎是 撒旦 來去管轄 那 經文在這裡呢 就是這樣說 他說 因我們並不是與熟靈的氣爭戰 原文是率交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那 似乎 現在撒旦和他的同黨 是 控制著 這個 地下世界 以及 這個 宇宙 就是我們所 所 住的 地 地頭 或者這個 現在的地方 在聖經裡面呢 我們也看到 邪靈是繼續去 搞妖這個人 那 耶穌也是依照很多 有邪靈 邪靈的人 那 現在這個世界上也有很多邪靈的事發生 那 所以我們相信撒旦和他的邪靈 和烏靈 是繼續影響這個世界 是儘量把人帶到這個要去將來的地方 而聖經在這裡也提到 我們上一次也提到 這個叫中間地大就是人死之後 去一個地方等待這個審判 然後就有這個永恆的應佛 那 所以 人死後去的地方 就是陰間 就是這個中間狀態 而 似乎在這個 《彼得》後書第二章 也提到上次就是 中文翻譯 地獄這個字 就是Tartarus 這個字 是坑 就是特別為了一些犯罪的天使 是把他們鎖住在那裡的地方 那 所以我們相信 回答這個問題就是 現在 撒旦和邪靈 是在地上 和地下上面是非常之活躍 以及非常管轄的 但是在這個《約白書》裡面 第一章我們看到 也是撒旦可以在神面前出現的 所以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 詳細是怎樣的 我們也不太清楚 第二條問題 他就問 問你提及地下世界 就是這個地獄 最底層的坑 非信徒受審判 刑罰 是否有不同程度 或層次的果刑 或者在坑 有不同的層面呢 我相信這個問題就是 當被信神的人死了之後 他們的審判的程度 會不會有不同呢 即是在刑罰當中 會有不同的懲罰的程度呢 回答問題就是 在啟示錄第20章第12節 經文在這裡說 我又看見了死的人 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開了 並且另有一卷展開 就是生命賊 死了的人 都憑著這聲案卷所記載的 叫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似乎在啟示錄第20章裡面 提到有一本的生命賊 信神的人的名字 就會在生命賊上面 他們的審判就基於一些案卷 不同的案卷 英文是不同的scroll 似乎這些案卷 記錄他們生前一些事件 因為經文在最後那句就說 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們的審判 或者他們將來受刑 或他們將來受刑 或他們的程度 可能是根據他們在世間上的行為 來作定論 我們相信神是公義的 也是公平的 一定會有適當的審判 第三條問題就是 在最後審判日前 若人的靈魂在陰間 或者地下世界 游魂 可否接受耶穌基督 而逆轉到樂園 因為在世時 有很多人都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簡單的回答就是 在希伯萊書第九章第27節 講到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都相當清楚 人死了之後就有審判 應該就是沒有第二個的機會 還有我們在路加福音第16章 《財主與拉薩路》的故事裡 似乎我們看到 財主是很想他的兄弟 是不會去到他的地方 就是不去到陰間 或者將來的火湖地方 所以他叫拉薩路 快點回去跟他們說 這個情況 如果是我們說 如果有第二次機會 有第二次機會的時候 那裁主似乎就不需要那麼急 或者他自己 如果知道有第二次機會 可以接受這個福音的時候 那也不用那麼緊張 所以在這個小小的比喻裡 我們可能會意味到 當人死了之後去到陰間 再相信要接受耶穌基督 那個機會應該是沒有的 還有在羅馬書第一章 第二十節講到 自從創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政是明明可知的 雖然眼看不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那也都似乎回答了個問題 在世界上似乎 很多人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但是根據羅馬書 神就說 你看到創造這個宇宙萬物的偉大 但是應該知道一個創造的主 而將你的信心擺上 似乎這個就是 聖基給我們看到 將來 人死後 就沒有這個叫做 second chance 沒有這個再有 能夠接受耶穌基督 或者接受福音的機會 那這裡是短短的回答 希望這幾條問題可以解答 好 好 我們再重溫一點 上一次我們講到 人死後 我們的肉體就會被融化 埋葬 正經在創世紀三章十九字講到 你本是塵土 那要歸於塵土 我們的靈魂就會歸到神那裡 傳道書一章十二章第七節 塵土乃歸於塵土靈 乃歸於次靈的靈 但是人死後 雖然一起的和埋葬 但是有不同的結果 即我們的靈魂 我們將來有不同的結果 信神的人是有永生 立即與神同在 有身的身體 不信神的人 將會也有永恆的 刑罰和永恆的與主分隔 我們上一次約了提到 他們似乎會有一個復活 但是他們會不會有一個 好像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 講到一個不扭壞的身體 而可以和神一起呢 這個聖經是沒有講清楚的 但是似乎他們將會有復活 會是受到永恆的刑罰 所以他們復活的形態 是將會能夠接受這個永恆的刑罰的 但是聖經就沒有講清楚 他們的身體形態會是其他 上次我們也提到 在《路加坊》第十六章 《財主要拉撒柳》的故事裡面 雖然的故事主題 不是說中間狀態或者陰間 或者是天堂這些題目 而是講到這個法利賽人貪淺的主題 但是從耶穌小小的比喻裡面 他是帶出一個的人死後靈魂去到一個什麼地方 就提到阿伯拉罕懷女陰間和火焰這些題目 那麼我們從這個小小的比喻裡面 可以規探到人死後大概會是怎樣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上一次一起去探討的 那似乎人死後之後就會有一個中間狀態 就會等待一個審判 審判之後就會去到一個永恆的去向 而那個永恆的去向在不信人的當中 永恆的去向就是永恆的受盈佛 而信神的人呢 永恆的去向就是永恆的同時一層 上個星期我們討論了這個叫中間狀態 這個地方叫陰間 人死後就會去到 不信神的人死後就會去到陰間的地方 而我们也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看到一个地方叫坑 这个是Tartaros,中文圣经是译造地狱这个字的 而这个坑是特别为了犯罪天使而设的 神将一些犯罪天使放在那里去评访他们 这个似乎就是他们的中间状态 而圣经对这个地方讲的不多,只是《彼得后书》第二章提及的 上次我们提到人死后的状态会是怎样的 不信神的人死后他们会去到一个叫阴间的地方 而信神的人死后会怎样的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章章也是重复上一次一些的定义 文武、阴间、地狱、恩怜子谷 即是Tihanna和火活坑这些的定义 如果上次没有参加的特定节目呢 你可以上网教会的网页拿回上一次的资料来温假一下 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天上的情况了 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叫做亚伯拉罕的怀侣 在这个《路加坊》第16章里面 裁主拉撒路故事提到 裁主死后就去到这个阴间的地方 而拉撒路死后就去到亚伯拉罕的怀侣 那究竟亚伯拉罕的怀侣是什么来的呢? 我综合这个比喻里面 和一些资料是给大家几点去明白的 首先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知道裁主去阴间 拉撒路就立刻被天使接去亚伯拉罕的怀侣 那视乎属神的人死后之后有天使接到去 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怀侣 或者是神的地方那里 而在耶稣时代 犹太人相信二人死了之后 他们会去到他们的信心 就是亚伯拉罕的怀侣 等候这个复活的 但以理书 这个应该是打错了的 不好意思,应该是第12章第2节 就说到二人死后会遭遂,然后就会有复苏 那犹太人是相信他们会回到他们的信心之父那里 而怀侣这个词呢 享有这个圣经里面是亦做身边的意思 而这个怀侣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最亲密,最安全的意思 就好像一个小孩被父亲或者母亲 抱在床里面上 而他就会贴着父母的心的附近 在一个非常亲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一个图画 而怀侣第二个的 怀侣第二个的图案就是一个尊贵的身份 在约翰方第13章里面提到 当耶稣最亲爱的满徒 以着耶稣的身旁来坐在那里 因为犹太人吃东西是坐在那里的 是差不多半分在那里的 所以半分在那里,你可以想象 其中有一边就会应该是靠近另外一个人那边的 而这个靠近就是怀侣 最近的地方 所以亚伯拉罕的怀侣 似乎意味着二人,即是属神的人 他们相信会去到亚伯拉罕里面 和他有个亲密 而且有个尊贵身份的去处 在耶稣时代 犹太人相信亚伯拉罕的怀侣 是在一个阴间里面 就是我们上次说到人死后去到一个地方 叫阴间 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的怀侣 是在这个阴间里面其中一部分 或者其中一道地方 我们稍后会再讲一下这个的讨论 但是似乎亚伯拉罕的怀侣 他就是一个安全 一个他们可以有尊贵身份的一个地方 去到一个他们信心之父的去处的地方 除此之外,圣经就没有很清楚说 这个亚伯拉罕的怀侣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估计这个亚伯拉罕的怀侣 似乎是一个与神一起的地方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 亚伯拉罕死了之后 不是去神的地方 而是去一个幽暗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都会推论到 亚伯拉罕的怀侣的意思 应该是去到神那里 下一个题目就是 乐园和三重篇 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 说到乐园这个地方 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里面 耶稣对他说 就是对其中一个强盗 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记得 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旁边有两个强盗 有一个强盗 就问耶稣 他说 你德国的时候 可以拉我 耶稣回答他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我今天 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面 今天这个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在这个圣经里面 是一个immediate term 就是说 不需要去另一个地方 才去乐园 而是即刻 今天 即刻同时就可以 跟耶稣在这个乐园里面 我说不到后书第12章 第2-4节 也说到保罗 被接到三重天的经历 大家相信都记得这个故事了 在这个第2节和第4节里面提到 他说 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 他前十四年 即十四年前提到 第三重天上面 他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蔽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在这个第2节和第4节 似乎保罗将三重天和乐园 将他等同一齐 这个就是第二道 圣经提到乐园这个地方 跟着启示录第2章第7节里面 也提到 佛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华凡有意的 就应当听 得性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似给他吃 似乎在这道圣经里提到 神的乐园里面 有一棵生命树 就像这些园的生命树一样 我们从这三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大概联想到 或者是推论到这些情况 就是信耶稣的人和耶稣一起的地方 起码在耶稣之后 信徒死了之后的灵魂是即时去乐园 而是需要去到阴间 再移转去这个乐园 从保罗的经历里面 似乎乐园也是等于三重天的地方 也是神存在的地方 而根据犹太人神话故事里面 他们古代的族长 通常叫做Patriot 就是亚法拉罕 以撒 雅各 这些叫做古时的族长 就是在三重天上面的 这些资料我们综合在这个明白乐园里面 是有圣经的经文里面提到这些地方 或者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下 犹太人对三重天的观念是怎样 三重天第一重就是天空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上 在这个马太方第六章二十六节讲到 就是天上的非鸟 他们又不中又不收 在这里提到就是天上 这个就是犹太人相信的第一重天 而第二重天就是这个太空星辰 在这个诗篇第十九章第一节里面 讲到诸天就是heaven 是众数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穷仓承扬 哈利手段 这个相信的heaven 诸天这个词 是指到我们天以外的天 就是第二重天 就是这个宇宙的地方 而第三重天就是神住的地方 根据《高人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他说普罗说 我去到三重天就是去到神的地方 所以犹太人相信三重天 就是分开天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天空 太空宇宙第二重天 而第三重天 就是很明显就是神在到的地方 那这张图画就是在网上拿的 就是让大家去明白一下 他说犹太人对天上的观念 是有三层的 三个层次 人可以看到第一个层次 人可以看到第二个层次 或者去到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神的地方 就是他们相信的 也是将来信神的人 属于神的人将要去的地方 而这个乐园似乎就是第三重天 就是神的地方 接着我们继续看圣经里看到乐园这个地方 是有生命树的一个地方 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刚才提到 也是在这些园 原初创造的时候 生命树在这个园的当中 在新耶路撒冷城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面 已经提到生命树再一次的出现 似乎意味着乐园和新圣耶路撒冷 是因为这个生命树的同在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一节二节这里 圣经讲到 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物 当然这个是图案的医治 但是就告诉我们这个城里面 将来生成耶路撒冷是有生命树在里面 就好像当初伊甸园有生命树一样 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 是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 那我们将这几段 很多段经文归纳 似乎在这里提到三重天 或者第三重天 也都是乐园 中间有生命树 也都是将来生成耶路撒冷 里面也都有生命树 也都是神宝座的地方 似乎这些经文将它串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这个图画 将来神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乐园 也是第三重天 而里面也都是有一棵生命树 在这里 好了 在这个乐园最大的讨论 其实就是这个存在的地方 意思就是乐园究竟在哪里 如果大家记得我刚才说过 这个阿伯拉罕的怀侣里面提及 阿伯拉罕的怀侣 可能在这个阴间里面其中一部分 这个是到新弱时代 犹太人相信的 但是当这个历史一直发展的时候 然后这个乐园的真正 或者是在哪里的讨论 就有三个的可能性 我提出来给大家去参考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乐园 就好像新弱时代犹太人相信那样 是在阴间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图案我尽量将这个意思画出来 整个的圆圈就叫做阴间 就是人死了之后 异人或者不异人都会去到这个叫做阴间的地方 等候这个审判 而阴间的地方里面 有一部分就叫做乐园 而信耶稣的二人就会在这个乐园里面 也是这个路加方第十六章 讲到这个阿伯拉罕怀侣的地方 而另外那边就是真正的阴间 就是不异的人 就好像这个财主享导的地方 中间是有一条的心端 他们是不可以互相去对方的 这是第一个说法 相信乐园是在阴间里面 也是新弱时代犹太人所相信的 第二个对乐园在哪里的地方的说法 就是乐园原初是在阴间里面 但是当耶稣死了之后 他就落到阴间这个地方 将整个乐园提到上去天上 这个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至九章 这段的经文里面 是讲到 耶稣死后要升高 但是升高之前要落去地下 他们这个的看法就说 落去地下就是落去这个underworld 就是地底之下 而将这个乐园的部分 提到上去天上 这个就是第二个 讲到乐园的存在 或者是在哪里的 说法的理据 而第三个相信乐园在哪里的地方 就是乐园基本上和阴间 由始至终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耶稣死后 直接上去乐园 和故事一体 不需要去阴间的地方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讨论这个乐园在哪里 是基本上有三个最主要的访论 第一个就是乐园在阴间里面 将来到复活或审判的时候 就会一起接受这个审判 第二个讲法就是乐园在这个阴间里面 但当耶稣死了之后 他就落到这个阴间的地方 将整个的乐园提到上去天上面 即是现在的阴间应该在天上面 因为耶稣死后的上去 我们现在耶稣之后这么多年 乐园应该在天上面 而基础经文就是以课所书第四章第八 至九节 但是第二个讲法 大家要明白在这个识经上面 要去明白以课所书第四章 第八至九节 地下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一下这段经文 其实这个经文的中心地面 不是讲到耶稣死而復活 而是讲到恩赐的问题 所以恩赐的问题 和耶稣将来要被提升 成为神的儿子的图案 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明白那段经文的天上和地下 究竟地下是否在地底下 是非常受质疑的 所以那段经文是需要详细再去理解 然后才能明白第二个讲法 他们的理据 而第三个讲法这里就是 乐言和阴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讲法的理由在哪里呢 我将这些理由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耶稣在路加方 util jarum 第23讲讲道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在 Bene الك 我的意思是说 他陰間再上去,即是無需有這個步驟 而以法所說剛才提到,地下的重點可能是 好像有很多人說是underworld,地下世界 而只是講到耶穌基督來到地上 而去將來有升天,好像《哲堂人傳》第一章講到這個情況 這裏經文是可以慢慢繼續去探討的 第三點,支持這個第三個講法就是 聖經通常提到接信徒上去,通常是上的 不是下了之後再上的 譬如這個《獵王記》下提到這句經文 以利亞,大家記得了,她是沒有受過死的 被神是接了上去,升天的 所以很多人相信信徒死了之後 她的靈魂是被接上不是下了 不是下了再上 第四的討論點就是 以樂和以利亞又沒有去到陰間呢? 還是他們兩個沒有死過 而直接被神接去一個特殊的情況呢? 經文在這裏講到創世的五章 以樂因若信被接去不見於死 是神所喜悅的 似乎神喜歡的人,即是二人 似乎會被接去,直接接去 不會經過一個陰間的地方 所以這裏也是一個非常有實在的理由 相信以前古代死了的二人 比如阿伯拉罕、摩西等 應該不會去陰間再上去天上 直接去到神那裏 好了,這就是三個的 相信 三個不同的論點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看看大家會想 你相信哪一個是 你覺得可能性大一點 但是呢 我可能可以做一個綜合的結論 就是樂園應該現在在天上 好,下一個題目就講到復活 猶太人是相信復活的 因為在這些不同的經文裡面 他們是提出復活的問題 在以錯下書第26章第10章 死人要復活 屍首要興起 對在陳哀的要醒來歌唱 新約的時候 在這個約翰方第10章 大家可能也記得了 當拉撒路死了之後 耶穌去將他和死女復活 當耶穌去到拉撒路死的地方的時候 記得嗎? 馬大和瑪利亞出來迎接耶穌 就說 馬大就說 主啊你好像來遲了 但是我知道你可以令到祂復活 那個復活在這個約翰方第11章裡面 是在馬大的口裡是提到的 所以他們是相信有復活這樣 而死人復活在這個聖經裡面 是用rise這個字 就是 起零 這個《士徒人傳》第24章第15節 說到 靠著神 派望死人 無論是我都要rise 都要復活 這個就是聖經的用詞 講到復活 而猶太人 是相信有復活的 所以綜合來講 信神的人 是結果會有復活 有得生命 就是我們通常叫永生 有不扭壞的身體 在這個《士徒人傳》第15章 講到 而不信神的人 結果也是rise 結果也是有復活 但是復活是會被定罪 而聖經也沒有講清楚 結果不信神的人的復活 那個身體形態會是怎樣 但是他們那個身體形態 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會 能夠承受到 永遠刑罰的狀態 其實這麼多年 有很多大英先生都問 究竟一個不扭壞的身體 就是在這個 《哥倫多》前書第15章 寶羅說 我們將來有一個不扭壞的身體 那個身體究竟會是怎樣 我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聖經沒有講清楚 那個不扭壞的身體究竟是怎樣 純粹是我在聖經裡面 和神創造的意思裡面 是推上的 給大家參考 大家要記住 這個是在聖經裡面 我自己的推上參考 根據《路加坊》第24章說到 耶穌復活的時候 身體的模樣 是跟死之前 是差不多的 意思就是說 將來那個不扭壞的身體 應該你的樣子 是不會完全改變的 你不喜歡自己的樣子 可能對不起 你可能都有同樣的樣子 而是屬天的 即是你將來的身體 是可以跟神一起到處永恆的 是超圓性的 可以在空中和主相遇 之後 我們知道有一千年的千禧年 可以跟主一起管理一千年 直到永恆 所以這個身體應該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身體 跟我們現在有序身的身體 是會跌倒,會毀壞的 耶穌乃是我們的榜樣 祂復活的身體如何 我們就跟著會如何 因為在這裡提到 耶穌就是復活的初果 意思是祂復活 我們是跟著復活 祂復活的身體會如何 我們也會有同樣的身體 而這個不扭壞的身體 就是應該跟阿當被原初神創造的 那個原意和模式是相似的 但是因為阿當犯罪 而我們這個人類的身體 就被這個罪惡蠶食 所以不扭壞的身體 應該是不會受到罪惡的蠶食 因為去到永恆的時候 以上一起是沒有罪的存在 很多人問到時候我的樣子 會不會是很自家這樣 就是我現在70歲到時候 復活的身體會不會有70歲 那我想應該 一個沒有罪的肉身 會是美麗過一個有罪的肉身 大家不用擔心 我想神都很fair 應該會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身體 可以跟祂在天上做到永恆的 那這六點純粹是我在聖經裡面 就是經文 提到自己的一些推想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以後你相信 你或者是在這個不扭壞的身體裡面 希望有些的 有些經文可以支持你 將來你的身體是美麗的 是神所願法的 我們以下就是想歸納死和復活 特別在啟示錄第20章提到 有第一次死,有第二次死,有第一次復活,有第二次復活 在這裡我就約了很快的去講一講 在啟示錄第20章裡面 都有第一次死 而這個第一次死在第4節和第13節裡面是講到的 希伯來書9章23章 按著定命 每個人都會有一次死 每個人都會有一次肉身的死亡 而第一次復活呢 相信是二人的復活 在啟示錄第20章第5節到第6節 是講到二人是將會復活 而support的經文就是在約翰方第5章24節說到 信差我來者的信神的人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 已經出死入生了 這個出死入生 不是單單只是第一次死肉身的死 而是講到靈魂的死 所以第一次復活呢 信徒已經是一個不需要再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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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死的群綁了 而第二次死呢 相信就是不義的人 受到這個刑罰 那個死就是第6節和第14節 而第二次復活呢 就是不信的人 不義的人 他們的結果就是這個 第12節 到第13節 在啟示錄第20章說到 他們會是被振在火湖裡面 這個就是他們那個 叫做第二次復活 他們會有一個 身體有一個復活 是去到接受這個 永遠的刑罰的情況 好,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加上一次我們提到 墳墓 人死後肉身去的埋葬的地方 陰間有舊藥的用詞和新藥的用詞 不義的人 靈魂暫時去的地方 等候這個審判 就是我們通常叫中間狀態 地獄 地獄就是不義的人 靈魂與身體 靈魂與身體 永遠受到刑罰的地方 因緣子谷 因緣子谷 是耶穌特別的用詞 是說到 不義的人 他們將會被離棄 一個圖案 根據舊藥這個 因緣子谷這個地方的用途 就是一個垃圾缸 火湖 是不義的人 靈魂與身體 永遠受苦的地方 這是啟示錄的用詞 也是我們所知道的 真正的聖經講到地獄的地方 坑 似乎是一個神 群綁 一群惡魔 犯罪天使 一個特別的地方 跟著我們今天講到 阿伯拉罕的懷侶 就是二人死後 我們的靈魂暫時去的地方 這個是猶太人相信的 而這個 Paradise 這個的樂園 就是二人死後 我們的靈魂去住的地方 我們去到神的地方 而這個第三從天 就是二人與神 永遠同在的地方 最後 resurrection 復活就是人 復活到永恆 這些就是我們 上一次和今次講到 這個的人死後 一個中間狀態 以及去到哪裡 一個過程 我們最後可以 總結就是 人死後 身體就會 入地 被埋葬 然後融化 而我們的靈魂 不信神的人 就會去到一個陰間的地方 等候這個審判 等候這個審判 最後會 受到永遠的刑罰 永遠的離開神 而相信神的人 相信神的人 我們會去到 樂園的地方 即刻去到樂園的地方 和耶穌基督 和耶穌基督 和神一齊 也都是聖經講到 第三從天的地方 阿伯拉罕 懷慮的地方 相信這些用詞 都是有同意思的 也可能是指 同一個地方 就是到神那裡 所以我們 死了之後 我們信耶穌的人 那個盼望 立即去到神 與神在 一起在樂園的地方 所以無需要太過憂慮 我們死了之後 去哪裡 因為其實 好老實說 我想教會這麼久 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頭腦上 是相信 或者是聽過這些經文 但是 沒有一個很厚系統的 將這些經文 擺在一起 來去看看 究竟我們信神的人 死後去哪裡 而去的地方 亦都令到我們 今生在未死之前 一個的盼望 一個的肯定 所以我們 無需要畏懼死亡 而死亡 知道死亡之後 我們就馬上與神在一起 亦都見到我們 很多 以往過身的弟兄姊妹 亦都見到 阿伯拉罕 摩西 這些歷史上 聖經所說的 與神 一起的疑人 至少我自己 是從聖經裡 歸納到這個圖案 相信這個圖案 給我的一個盼望 所以死亡對我們來說 可能只是一道門 去到另一個更好的地方 如果我們有這個信念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這一生裡 死之前 我們都能夠好好的活下去 就不會有這麼多憂慮 希望不會有這麼多的未知數 而是一個很肯定 我們死了之後 就會跟神 永遠同在一起 那麼這個課題 這些題目 都希望是幫助大家 去了解 從聖經裡 看到我們人死後 我們的靈魂 會是怎樣 而且將來 在復活的當中 我們也有一個 叫做不扭壞的身體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身體 根據保羅的《哥倫多前書》第十章說到 是一個完整美麗 會腐敗的身體 因為不會有罪惡 才可以侵犯我們 是可以和神永遠在一起的 那麼這個呢 我們一定要堅守這些信仰 以至我們有這個永恆的盼望 不會受到今生的結束 而去太大的影響 那麼接下來呢 這兩張圖案呢 我是儘量將 我們所講過的 放在一個圖畫裡面 大家要注意 圖畫不能夠講完一切 那麼我嘗試將這個 陰間 樂園 不扭衛生體 寶助審判 永遠同在一起 永遠受火狐的認分 這些所有的人死後 所有會遇到我們講過的 放在一個圖上面 希望這幅圖可以幫助大家 更加有一個圖案式的了解 在中間那裡 你和我今生死了之後 箭嘴下面就 埋葬我們身體 然後靈魂在上面 信耶穌的 就與主和樂園一起 不信耶穌 不信神的人 就在陰間裡等候 到將來復活的時候 不信神的人 有一個寶座的審判 直去這個永遠的火狐的認分 信神的人 就會去到神面前 我們通常叫做 將我們也都在世間上 在耶穌之后 所做過的 教育 而有寶座的身體 可以重新去到 永遠的地方 希望這個圖案 這個圖畫 給大家 可以有一個更清晰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 現由我 如果你有無法 另外這個圖 就是很多人問 究竟我們 神 惡鬼 撒旦 和我們 為何可以來來往往 我們都希望 這個圖 跟大家去很快理解一下 我們聖經講到 基本上是有兩個界限 一個叫做物質界 是我們宇宙萬物人所看到的 一個就是非物質界 又或者你可以叫做靈界 就是神啊 天使啊 污靈 可以去到的地方 而 在這個紅色的線上面 就代表 這些靈界的神啊 天使啊 撒旦啊 是隨時可以介入物質界 他們可以在兩界走來走去的 似乎 但是人呢 就不可以去到靈界那裡 人死後呢 就會去到一個陰間 跟著呢 就去到刑罰 而信神的人呢 死後呢 就直接刑罰 去到刑罰 那希望這個圖 給大家有多少少了解 我們為什麼呢 就經常都說 有靈界啊 有邪靈的地方 那樣 這個呢 也都是給我們看到 我們是分隔開 物質界和靈界 我們在聖經裡面呢 也都是看到 有時天使在世界出現的 有時天使來到我們這裏 所以似乎是有能力 是來到我們當中的 而我們暫時沒有能力 去到他們那裏 這個叫做靈界的存在 希望這兩張圖 可以幫助大家 去做一個理解 好了 那今一課的 課題呢 就來到這裏 就完了 那如果大家是 聽的時候 覺得太快 不是聽得完的 你可以上網 再再聽 我會將下半部的 講義和錄音呢 會是給大家上網的了 給大家去下載的 那 我們時間就不是很多了 有沒有人有些職場的問題想問一問 或者給大家 都還有好像 五分鐘 六分鐘到下 有沒有大家有些的問題 想問 如果誰想問問題的 就自行 unmute了自己來講 是 早晨啊 Pastor Andy 有時候都聽到有些人說 交通意外 跟著就死了 跟著上去上面 跟著就好像又回來了 究竟他去了哪裡 我們很多個案都聽到 有些叫做 去過 死過 跟著翻生 那些故事 我自己怎麼看呢 就是 可能 這個人 我們通常 中國人說 死不去 意思是說 他未到時辰 我們要明白 一件事就是 神有他自己的拯救計劃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也有魔鬼的存在 意思是 可能就是說 這些人 他們去到一個 經歷一個死亡的狀態 再回來 也可能是神的時間 他們未完全的死去 亦都是一個 可能是魔鬼在搞事的情況 也都未定的 他們去回來 說一些東西 讓我們相信一些東西 那這個其實 沒有意思 那這個其實 是很難去定的 但是他們 去完回來 這些狀態 這些 術說 我們聽了之後 大家也是 存在一個 比較開放的心態 去聽 可能是真的 但也可能不是真的 所以我們不要太過沉醉於這些 他們所說的 一來 可能 部份人的故事是相同 但是 也都未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所以我會加多大家一點 就是 當我們考慮 似乎 這個故事好像是 跟我們信神的人 我聽的故事 是有相似的地方 譬如舉個例子 有些人死了 就去到一個森林 經過一隧道 跟著 看到耶穌 跟著看到光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撒旦 也都可以 將這些景象 擺在那裡 去 迷惑我們 所以 我聽的時候 我會小心去聽 我亦都會去聽 但是 就 小心一點 要 真正到 你將來 過生之後 會不會去這隧道 到時你自己就知道 Past Andy 我有一個問題 你上次 就說 陰間是一個中間狀態 然後 火候是一個 就是 一個 終極的 其實 樂園 是否也是一個中間狀態 因為 你 其實 你剛才說 復活 復活 新爺又生 新天新地 其實 未立刻是樂園 似乎不是等同的 是 很多人相信樂園 是一個中間狀態 所以陰間和樂園 是一個中間狀態 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 樂園 既然是一個神在的地方 可能也不是一個中間狀態 因為信耶穌的人 是不會經過一個審判的 就是 好像 以外科說 我們已經出死 日是入生 是不會經過一個審判 好像未信人 經過一個審判的狀態 所以 他們根據這些理由 相信樂園 就馬上與神一齊 到到永遠 不過樂園 就是 到到永遠 一個開端 但是 當然 相信很多人 相信樂園 就是陰間 也是一個中間狀態 通常是一個中間狀態 聖經對於這些定義 其實是沒有定的 是人 在研究聖經 研究這些題目裡面 是定出來的一個中間狀態 聖經就是講到一個樂園的地方 一個樂園的地方 現在你問 是 周牧師 聽不聽到我說 是 是 我想請問 就是說 《彼得前書》那裡說 就是耶穌死後 第三天之後復活 他三天 他下了陰間 就說 你昨天說 就說 將陰間那些二人 就分開他 但是問題 不信那些人的話 究竟 哪些日還有沒有機會給他們 那些答案 不好意思 答案就是 他們沒有機會 好像我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人問的問題 就說 我們死了之後 在陰間裡面 究竟還有沒有 叫做 第二次可以信耶穌 我們用現代的言語 答案是沒有的 他們去到陰間 就是等候這個審判 然後等候這個永遠的刑罰 所以 在《才主的拉撒路》故事裡面 那個《才主》這麼緊張 要去 求這個《拉撒路》 回去 告訴他幾個弟兄聽 叫他們 信神 不要來這裡 如果是陰間有第二次機會 信耶穌 而得到神那裡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一個比喻就是完整的比喻 耶穌應該說完這部分 這部分的比喻裡面 我們看到 當人死了之後 就已經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無論是陰間 去到什麼地方都好 是沒有機會的了 所以 希伯萊書第九章 已經提到 按照定命 人人死了 死又死又審判 這段經文非常清晰 死後就等待審判 就是這樣 他沒有機會 他還不用審判 那些事情已經是嗎? 沒有機會 是等候審判 等候審判 OK 死了 不信神死了的人 就會去陰間的地方 在這裡等候 最後的審判 就是 可能就是啟事錄第20章 講的白色大寶座審判 判之後 就會 這個永遠的刑罰開始了 OK 即是信的不信的都要審判 審判了之後 就有冠冕 是 如果不信的話 你就落火湖 是不是這樣 信了之後 我們通常 就沒有 信了 信了神的人 正經說 出死入生的意思 入生的意思 就是我們 又不會再受到 這個叫做白色大寶座審判 我們 然後 就有 上次 然後就跟神 永遠在一起 似乎聖經是這樣說 所以很多人相信 這個啟事錄第20章 白色大寶座審判 是為了那些 不信神的人 他們的審判 而 審判 那些 冠冕是何時給的呢 這個問題 就 聖經沒有說清楚 冠冕呢 似乎是 耶穌回來的時候 帶著 記不記得 啟事錄第22章 說到 我回來的時候 我帶著獎賞來 似乎 那些獎賞 可能就是 這個冠冕 但是 在這個世間上 耶穌還沒回來之前 有些的獎賞 其實我們已經 嘗到少少獎賞了 OK 謝謝 所以 在事錄第22章 講到 耶穌將來 回來的時候 是獎賞 會帶著獎賞來 那段經文 就給我們一個 肯定 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冠冕獎賞 可能就是 那個時間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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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問 耶穌第二次回來 和樂園的關係 是怎樣 耶穌第二次回來 在這個貼索來家前書 第四章講到 耶穌將會回來 在空中與 信他的人相遇 這個在聖經裡面 只有寶來 在這個提到 舊約和其他聖經 是沒有說到 耶穌回來 在空中 和信他的人相遇 所以 這裡 相信耶穌回來 那時候 就會有 我們通常叫 被提 這個出現 而樂園 就是 信神的人 死了之後 那個靈魂去的地方 所以 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是 接 那些 未 死的 聖經講到 死的人 首先 復活 他們的靈魂 其實已經 跟耶穌在一起 不過 他們 立刻有一個 不扭壞的身體 而 我們 未死的人 就會 有一個 不扭壞的身體 上去 他與主在空中相遇 因為我們未死 我們的靈魂 未去到這個樂園 所以 耶穌在這個 被提回來的時候 就應該是 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根據 《撤殺羅尼加前書》第四章 裡面提到 所以樂園 就是一個 人 信神的人 死了 去的地方 那個靈魂去的地方 那麼耶穌回來 就會 就會來接觸 他們 和我們 一起 在空中相遇 未死的人 當然就不會去到樂園 這個意思 那麼 這個就是被提那個 的情況 希望清楚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或者給了一條問題 有沒有 如果沒有時間就差不多了 好 多謝大家在這裡 很有耐心的去聽聖經 和看這個聖經 多謝你們的時間 當然 人所能夠理解的 就不能夠完全 聖經裡面 也有很多這些 課題 沒有完全說得很清楚 我相信 神 想我們知道的 應該就已經在聖經裡面 他或者 我們不需要知道的 他或者就沒有放在聖經裡面 所以我們 查考這些課題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 開放的心態 但是聖經這樣說 我們歸納 可以成為 理解的 我們相信 聖經沒有說清楚的 最多可以推論 合理的推論 或者不合理的推論 這就是個別的問題 但是聖經對這些題目 也有相當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 給大家很多的經文 然後再去研究 再去思考 希望聖明 繼續教導我們 提醒我們 我們人死了之後 我們的永恆 的確定 和盼望 在這裡 好嗎? 好,我們一起祈禱 結束 聽到我們的主 我們感恩 在聖經裡面 找到我們將來 要去的地方 那些表述 這個真理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 一個很有堅定的盼望 知道神 你不會 要棄我們 成為孤兒 神 你是有地方 在天上預備了 讓我們將來 死了之後 我們可以進去的 希望我們多謝你 這個肯定 這個盼望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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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 死後的情況 給我們 今生 都是有一個 的盼望 有堅定 知道神 會將來 接我們回去天家 去明白 我們多謝你聖經這些真理 讓我們 能夠 明白 請求我們 為了 恩勤繼續 讀聖經 去明白 不是一些 只是我們 喜歡的題目 而是一些 關顧我們 人生的題目 多謝你給我們 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一起 我們今生 祈禱 好 大家下個星期見 記得 同樣時間 同一個連結 我們一會兒 再見